作为美国新创公司摇篮手的矽谷银行 因为资金周涨困难 加上蒙受巨额亏损 星期五被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宣布关闭 所有的资金和用户存款都被接管 引爆自金融海啸以来最严峻的银行业危机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表明 政府非常关注矽谷银行倒闭事件 要求国会批准提高债务上限 他还警告一旦积累欠债 所造成的骨牌效应绝对是金融界的灾难 自从美联储启动循环升息以来 固然暂时压制通膨 但也在无形中增加银行的承压 规模在全美排名第16的美国矽谷银行 星期四揭露本身面临巨额亏损 背后的原因除了挤提和投资停滞 使得银行缺乏新资金注入 此外银行所持有的债券 同样受到利率上升而缩减 最终才被压垮 结果隔天 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就宣布 这家银行将关闭停牌 高达1757亿美元 折合7940亿令吉的存款 将会被转移到保险银行接管 存户至少要等到下个星期一 才能够接触到自己的存款 就在银行母公司 矽谷银行金融集团 透露募资22.5亿美元 救急的消息之后 市场一片恐慌 矽谷银行股价崩塌超过六成 银行股全线跳水 三大股指同样遭受震荡 纳斯达克 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 全都大跌将近2% 神经紧崩的还包括 矽谷银行数量最多的客户 也就是科技新创公司 不少担心资产被套牢的公司高层 星期五一大早就赶到 加州圣塔克拉的银行总部 询问详情 然而却吃了闭门羹 一些业者表明 他们虽然有应急计划 不过一旦现金流被截断 情况堪忧 同一天在华盛顿的国会内 接受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质询的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形容矽谷银行的倒闭事件 令人担忧 因此他要求众议院 尽快提高债务上限 让美国政府能够加大 借贷应急 否则滚雪球的欠债 恐怕将引爆金融灾难 尽管主导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 施压民主党籍的总统拜登 在政府开销上让步 以换取提升债务的顶限 不过耶伦拒绝妥协 强调必须坚守预算底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Peacel 订阅 订阅 订阅